高西施,概念语言缘起无自信的应用 高西施2016年11月17日,我不会游泳 这是一句话,一串概念 定义了我的一个属性,给了我一个自信 我们就是这样,用一条条绳索把自己捆住 然后大喊救命,或者自甘堕落 佛教的缘起理论告诉我们,现象是无自信的 同样概念也是无自信的 所以我不会游泳,并不是我们的自信 即使是我们认为的属性,也是暂时的 我们可以用时间的变化法,和空间的外延法 分五步来分解它,发展它,起死回生 一困境,我不会游泳 二用时间改写,我到现在为止,我还不会游泳 三找音 缘起条件,因为我过去没有找到一个好的老师教我 也没有时间练习,所以到现在为止,我没有学会游泳 四假设,当我找到一个好的老师和安排好时间的话,我就可以学会游泳 五未来,我要去找会游泳的朋友,让他教我,或者给我找个教练,我就可以学会游泳了 其实,要达到概念上的无自信,并不是很难 只要给我们的语言,特别是内部语言多加定语和修饰词,就可以打破对自我的自信执着和属性标签 我们的能力,智慧,心灵,就有了成长的机会和空间了 我们的内部语言很多,我怕见人,我不会开车,我语言 立刹,我控制不了自己,我的婚姻很不幸等等,用肯定的动态的语句来替换它们,就是我们自我命运的控制方法 所以,我们把概念的无自信具体化,就是我们所有的自我属性描绘语言 应该是动态的,有时间线的,有范围的,只是适合某些条件的相对的 因此,我们要在说话的时候多加定语 这可以让我们的潜在意识打开,开放自己的心灵和胸怀 我们在帮助别人走出烦恼的误区,以及进行自我心灵训练的时候 就可以把这些对人对视的属性定语,重新用五步法来处理 一困境,我做不到A,二改写,到现在 指,我尚不能做到A,在某个范围内,我尚不能做到A,三因果 因为我过去不懂的,所以到现在为止,尚不能做到A 次假设,当我学会,我就会做到A,五未来,我要去学会,我就会做到A 我们知道,佛教的核心理论就是缘起无自信 佛陀给缘起下了这样的定义,若此有则比有,若此生则比生 若此无则比无,若此灭则比灭 我们可以看到这五步正式对缘起法的正面应用 123句显示,若此无则比无,次句显示,若此有则比有,五句显示若此生则比生 长就是说,什么事情都可以变化,看你给它什么条件 无我,就是没有什么是天生的 本来如何如何的,每个人都有变化发展选择的权利 我做不到,或我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些实际上是描述一件过去的事实 不能代表人们现在的情况,不可以总是穿着童年的小衣服 所以只要我们按照缘起的条件,把这些所谓的定义,变成动态的描绘就可以了 要知道静态总是相对的,如果忘记了参照物,我们就会错认为它是真理了 下面我们详细的分析,困境我不会游泳 一困境,我做不到X,回头看第一句困境时的话,我不 游泳,可以感觉到说话者是把自己困在一个狭窄的小圈子里 而外面就是游泳,它却无可奈何,说的话完全是静态的 困境我不会游泳是负面词语,虽只到此刻为止我不能游泳 但因为没有时间指标,说出来就像是具永恒的真理一般 在我们的大脑里,也正是做出这样的效果,使得我们无法做出突破 二改写,到现在为止,我尚未能做到X,把事情换清楚时间指标 那只是未学会游泳,过去的事,未来大有可为 另外把不会转为尚未学会,就是对潜意识指出这事情是可以学会的 三,因果,因为果 我不懂的,所以到现在为止,尚未能做到X 因为过去我未能把事情的原因找出来,找到 个好老师和安排时间,不会游泳一定有不会游泳的原因 因为没有去找可以组成游泳的条件 这两点都是自己可以解决的,所以现在自己可以有所行动 四,假设,当我学懂,我便能做到X 假设,当我找到个好老师,安排好时间,只不过是把负面词语,改为正面词语两个条件 把连接词因为改为当,当比如果好,因为如果包含做不到的可能,而当字则已经暗示一定做得到 五,未来,我要去学,我将会做到X 未来,我要去找会游泳的朋友,请他们介绍经验,并且做出i排,正面词语 自己每个星期天下午都可以去上课,我将学会游泳 看看第五句未来,说话者的目标游泳,已经完全在掌握之中 他不单只有目标,而且有清晰可行的,达到目标的途径,所说的话,充满了动感 他已经回复到正常的自己控制自己的人生的状态了 真实的法身本无声,我们看到了源起的现象,之后把这个现象用语言和概念,变成我们可以认知的像 这个像就是我们的知识,概念,经验,智慧等等的统称 那些铺天盖的广告,以及人们的人生经历,让我们包裹在自我定义和社会定义的体系中 现在的人们是生活在概念之中,他们的烦恼和智慧,也都储存在社会共识的概念系统中 所以对语言概念的无自信应用,更加具有现实的意义 现代资讯发达,因果缠附,事物真实的一面,已经不是很重要了,更别说圣意的一面了 所以在过去的教法中,很多是让人们看到事物的缘起无自信,而放下执着 现在我们感到这种说教对现在的人没有任何力量和用处 因为,我们生活在概念中,没有生活在现实中 因此,把缘起理论,无自信的应用,倾向于对概论语言的分析应用,是对治现代众生凡 其敌人们心智的重要方法 缘起,即诸法由因缘而起,正是因为事物和现象,是依靠其他的条件而存在 所以事物是没有自信的,是根据条件变化的 我们如果用一个有自信的概念,去标识无常变化的事物 那么我们的概念就叫做执着,如果我们用有变化有外延的概念,来定义变化的事物和现象 那么可以说这是符合佛教的缘起法的无常无我论 人生始于今天,过去只是存在于我们的大脑中 过去是否是沉重的包袱,是我们自己可以鉴定和决定的 一切都是无常变化的 你的世界在你的脑中,你无需去改变外面的世界 不能通过改变别人和世界,来幻想自我命运的改变 事情本来没有意义,所有的意义都是我们附加上去的 此生则彼生,每个人都享有美好的明天 这些改善,不是神话和宿命,只要按照缘起来办,是可以实现的